这个是东南朝阳,即是南不通透 这个主路台是东南向的 所以就会很正,即是路台又超级大 哇,这个路台是七米,几百米的长 无敌,是两米的宽度 哇,都很漂亮 这个路台是有十几个方的 是,十七八个方的 送了一半,即是送了80尺 80尺到90尺左右 没错 飞奔于风中不理,称天有几高 天有几高,奔起双手可搬到 假若遇到,敢于挑战再比高 风有几急,但我愿为这千组 将在原方中每段路 海有几深,却艳奔倒这孤岛 山外有山,兼知总靠梁茶坡 身有几天,但我愿能起得早 走尽我一生每段路 Hello,大家好,我是喜嘉明 今天有幸邀请了我们十里盐滩的 TOPCL,嘉嘉 今天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 维港半岛一个位置 第一个点 接下来嘉嘉自我介绍一下 再和大家说回整个维港半岛的一个情况 Hello,大家好,我是嘉嘉 今期我们就和明哥带大家 看一看我们的维港半岛 其实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 是我们维港半岛的第一处景点 身后就是我们的毛边际游池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游池真的很漂亮 你直接可以在这里游泳,就能看到整个海景 所以它就叫毛边际游池 很漂亮 你看,它这个游池其实都是由浅到深的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去游到某个位置 但这个游池现在暂时未虚放 因为现在这边就未收楼 远柱那里就有我们的赞道 即是大家将来整好之后 可以沿着赞道一起渗布 左手边这里大家可以看看 我们今期就刚刚交楼 9月25日,即是各年月左右 刚刚交楼的第一批别墅 大家可以看到 还可以挂着一些红灯笼 挺喜庆的 这个位置很漂亮 是的,其实维港本岛 它主要是由别墅和高层 去组合成的一个远区 这个远区就高端一点的 我们慢慢都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它不同的地方 和一些交标都不同的 那我们今期就要和明哥去分享一个 141方的一个单位给大家 是 明哥,你为什么想推荐这个单位呢 这个单位呢 我觉得它的户型和它的朝向和景 我觉得是非常之OK的 因为我是和嘉嘉商商量好的 然后找几个户型 性价比又高 性价比又高 而且单价是9千多元 很吸引 很少做到这个单价 所以看到这条片的观众朋友 一定要仔细看回去 现在我就和嘉嘉 带大家去看我们的实体楼 141方的四房 两厅两个卫生间的 一起过去 现在我和嘉嘉来到我们的维港半岛的实体楼 今天这一集要看回141方的四房 两个大厅和两个露台的一个单位 究竟是怎样的类拢 接下来嘉嘉为大家介绍一下 Hello,大家好,我是嘉嘉 今期我们就和明哥要带大家看一套 比较特别的单位 因为现在越来越多香港人 他回到内地生活 他觉得内地也不错 有时候小孩 家长朋友都会回来 所以想找找一些大一点 我们所在的位置 就是60座半岛的60座 其实之前我们也说过 60座是两梯四房 所以它的斯文性是很好的 你现在站在这 前面有两个单位 后面有两个单位 但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单位 其实它很独立 为何呢 我们又入门处和大家说一说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一入门来 这个其实是消防门 是吗?明哥 入门之后 这个又有一块空地 这个空地 就等于是 因为它是独门独户 就是 只是这一户在这里 所以这个圆关位 你就可以自己用 你做鞋柜也可以 我还看到这个有一个消防梯 也在这里 是消防通道 就是楼梯 这里其实又有窗 你打开一下也很对流 所以入门这里 可以整个 就是你自己喜欢 多数人都不会走到这里 除非过来家里 做客 这里就可以放一些鞋柜 做个花园 或者放一些东西 这里就是入门处 我们看看入门处 其实这里放了一条铰匙 是告诉大家 除了帕卡 密码 指纹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铰匙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 有个猫眼 还有比五旗 可以看起来 会更加的 有质感 有质感 对 而且是不是升级了 是的 升级了 也不同的 还有这个是螢光的屏幕 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们入门 这个位置 可以做一部分的櫃 上面是收纳 下面是櫃 中间我经常介绍的 和大家说 就是做个拌空的 到时放一些 我们的锁匙 或者一些杂纹 放在上面 出门口就比较方便 是的 好 进来右手边 这里就有一个书房 这间书房 大大小小看上去 都有成九个屏风 这里做书房也可以 因为这间房的景观 你说很漂亮又没有 但是你说差又不会 它一样是可以没有到去景的 是的 可能有些客户 他会计算前面 遮了一点 前面这里是一百封的 那个小房 嗯 所以其实这里 就用来做书房 做多功能房 飘窗位置传送的 这个窗里也有加了 这个栏杆 不过大家 我觉得这个位置 如果我的床头 是放在这里的话 都很漂亮 超漂亮 但是它前面那栏楼是遮不住的 是的 你可以在这里 可以做一个定制的 那栋栋米 因为做上去的话 它会并到我们这个飘窗 因为飘窗是全震送的 这个利用空间 就会大很多很多 而且如果床头放在这个位置 那边看出去 它整个view就是海景了 即是没有那栏楼遮住 我觉得这间房是可以的 或者是做一个客房 客房 其实做一个客房是很合理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主要 如果这间屋的灯位的主人 他主要生活在那边 如果朋友上到这里 住这里 都会觉得 斯文性好些 不会有功耀的一个感觉 那就看一下我们这个厅 这个厅 这个厅真的很大 这个厅 很大 下厅 再看看潮厅 1 2 3 4 5 6 7 8 10个明哥都放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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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这个是东南朝阳 即是南北通透的 这个露台 主露台 是东南向的 所以就会很正 即是露台又超级大 这个露台是7米 几百米的长 无敌 2米的宽度 都很漂亮 这个露台是有十几个方 是的 十七八个方 送了一半 80尺 80尺 到90尺 这个景 这个真是好正 真是 这个景 大家看回 前面就是我们的海景 这个是合定东湖湾的一个游艇会 即是整个奔海线再大一个游艇 看回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海湾大桥 没错 晚上那时候就会 灯光 它会带给大家的一个视角 会非常之正 早上 好像现在的时间 看回整个海面 就真的是 遍五 doch 比赛 南 청 有些繁船 波动 várias 海坡 海坡 楼 一些 看回 处理 看起来很舒服 如果有时候上来这里住两天都觉得 这个就是四房的 我们刚才就从厅出来 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去 其实这个厅真的很阔 这个厅有 又不止长 还要是很阔 四个就四八三五五六 六个 四米八 四米八 这个厅真的很阔 或者可能四米八 这里就是餐厅位 放一张圆有没有问题 肯定没有问题 你如果在这里放个圆海 到时候这里可以做一个酒柜 吃饭 喝酒 放个酒柜的时候 入门会看到很高档 然后这里就有个小的路台 这里主要放一些洗衣机 预好那些键和去水口 这里都有海景 小小 洗衣也可以满到海景 一线海景 一条线的海景 下面又有别墅区 那边就是我们的维港湾 五期那边 到幼稚园 看到我们平时拍片的话 都是这三座 27、28、29 下来这边就是我们的幼稚园 这个位置到时下边这个 我指给大家看看 就是我们的2.9万方一个商业综合体 在这个位置 在下面 是了 OK 那我们进去厨房 厨房看看 其实很多户型里 我觉得这个厨房是最好的 这个厨房是一个幼稚形的 你预留写柜位 你想双开门三开门 其实都可以 做到顶有够位 这里有够阔 这里有些贵 还有我们的抽油烟机 腿面石 下面就放一些东西 这个是不是升级了 是的 升级了 这个是升级了 是吗 是呀 瓦缸的那个面 比较可以容易抹 如果骚髒的话 比较容易抹 我还发觉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我是 不是说没有过来拍过 但现在它是做回这个清水房 还有一个装修的 这个是方态的 还有这个都是方态的 全部都做回给大家 就是升级了 而且用的牌子都非常大 方态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 是方态 这边也是个名窗 是的 都很棒 是的 这个厨房我们现在 取工都很好 是吗 是 接着就托门 嗯 这里就餐厅和客厅的位置 我们看看剩下三间房 OK 三间房的话就集中在这边 其实这个分布真的很合理 看看刚才我们预留的书房和校房在前面 是 接着进来 主要的生活区在这里 厅活动区又在中间 那我们看看这间房 哇 这间房也很美啊 这间房完全是可以看到海景 和可以出到露台去 其实这间房比较适合父母住 嗯 因为多数老人家可能他起山比较早 那如果住得剃迷的话 可能会拯扰到那些年轻人的份 那如果老人家住在这里 起个早山 那就打开个门 跟着就在这个大路到这里 打一下太极 是不是 打一打极 都可以 可以的 这里不够打剃的 够打 我就是 对呀 你看 懂得玩 即是 即是 不会吵到我们年轻的了 或者是 父母住在这个 比较方便一点 可以他自己有一个活动的空间 因为这间房轮到露台开 他就可以这样生活 他有他的生活方式 可能家人也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大家的截就不同了 那这里就建议大家 放个米5床就够了 而且正面这样看回去 出去就是全海景 我亦都建议大家 如果觉得这个窗的话 这样的话 不是好看的话 到时你又自己做回一个 就是不要这样一纳遮住 这样看回来就不会很漂亮 哦 你说最转的门 做回一个托门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这边还有一间房 这间房的景 差一点 一定是没办法的 不可能一排海景都做房 那边就是那条纳海景 主要看完景为主 那边有少少 很少 这样就飘出了 方方正正 在这个截营的房子 真的很方正 很市正 不会有鬼角的位置 而且房子也很费 不像有那个 好像三角边的 或者是那种 不是四四方方 不过我们刚才看到这三间房 松松洞洞 很市正 你放了米5的床 做做迷衣柜 放个床头 完全没问题 好 看我们最后的一间 洗手间 这里就是厕所 厕所就是正常的洗手间 厕所就正常 那就是洗手盘 马桶和林浴巾 我们看到这个林浴巾 它也是一个名窗 这个飘窗也是震讯 到时放些我们的沐浴露 洗头水 都放在这个桌子 利用很好 加加我一直见你 这个是否觉得是很高级的 这个 是啊 挺好 它是深夜门的 很多客户就问 为什么这个位置不打出去 其实这里就和大家做个解答 这个位置不想打出去 其实不是的 它本身的话是到这个位 下面这边飘不到出去 我们已经飘了一半 窗已经移到这个位 很多客户就说 这里坐地 如果我们在这个位 可能空间更加小 我们打出去 这里放一些 沐浴露 洗的那些用品 或者洗手盆 其实更加好用 对不对 是啊 不过那个应该是打不到的了 那个位置应该是一个空调位 对 打不到 我们看到的细节做得非常好 镜柜全部里面都有椅子 这样就比维港湾会高卡一点 OK 那我们看看最后一间 主人房 这间主人房 你知道吗 其实这间主人房 是半岛里面这么多户型 我觉得是最值得买的一间主人房 因为它的主人房 除了带洗手间之外 即是套房 它还送了一个 衣帽巾 大家看看 看到了 这个衣帽巾 看会不会这样 递小可以 冬一个房 对不对 这个放过 其实放过咪二房 都可以做回那房 你放在咪二的床 可能真的都可以放到够了 但是你知道主人房 肯定要做回 而且你住这么大的職位 没错 可以做回高卡式一点 如果女主人家 她很多心 你怎么放应该都够了 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做个梳妆桌 在这里换心 打扮得漂亮 看一看远处的海景 然后就拿个袋出门 哇 真的很符合她 可能理想中的生活 即是这个生活 就是我们的态度 即是我要 享受这个生活状态 我出门口 我在这里扮漂亮 看前边是无遮挡的 山景也有 海景也有 你看全部都是玻璃仓 放很大L形 那你又会说 找件心的时候 你看我们现在都没有虚筋 但是取工都完全没有问题 每找件心 又说黑马马要虚筋 即是完全很虚容 对不对 对啊 OK 做三段式的一个 呃 间隔 间隔 对啊 港湿分区 还有呢 我看到这个智能马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认真去介绍一下 可以看到 智能马桶 智能马桶 有座圈加热冲水的功能 和一级水后 就是本智能马桶 冬天的时候 不会冬 冬 这里就是主行房 麦白的床 加上两个床头柜 还有很松动的位置 两米都可以 对啊 可以放两米 两米多 这个主行房 镜子看出来 对啊 斜面海景 我都可以 想象中 看啊 嘎嘎 这里放个桌子 在这里喝东西 喝东西 看回海景 乐旗 可以吗 肯定可以 很棒 好 那我们出厅 说回这间房间的一个价钱 但是呢 额买 我觉得呢 这个是维港半岛 这个单位 找到一套最便宜的 但是呢 它是流程是比较低一点 不过我刚才了解了 高一点的楼层 它的价钱就比这个会便宜 不 贵过千几两千元 那有个三太是比较 性价比高 是 九千多 不过三楼可能 说真的 它就会比前面的别墅区遮住 那个序景可能没那么漂亮 不排除它可以看到序景 但是可能就没那么漂亮 但是如果这个 银码不是差很远的话 因为我们楼层高矮 价钱会相差很远 比如说高一层 可能就贵几十元一平风 可能总价都是贵几千元 差十层都是贵二三万三四万 那你就可以选高一点 因为越高越漂亮 我们现在是25楼的位置 那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 和自己喜欢的楼层 去选择十几楼二十几楼的位置 那么加加我问一下 你可以选择两套 说给观众 就是 比如说 十五楼 比如一个二十楼 那它的单价大概是去到多少 因为刚才我说到三楼 就是九千多元 九百多 是的 如果是十五楼左右位置 大概都是说是一万零几 一万零几 是的 那就是总价差不多要到一百五十万左右 那按揭的话是怎样给的 按揭的话就给一次性又贵几万元 那就可能去到一百六十万 一百五十 差不多一百六 是的 没错 那二十楼呢 二十楼就相差几万元 和十五楼 就是可能相差两三万 两万左右 好 那现在楼层是还有一些可以选择 那我们今集和嘉嘉说回 这一单就是一百四十一方的 四房两厅两个洗手间 而且是一个超大的主人房 一个单位 是了 那这一集就介绍到这里 但是呢 分价就是九千多到一万零几 就是一万一左右 那如果大家觉得 这里的职位 符合你的 那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 可以送我们的码 连接我们 那我们可以传一些其他的影片给你 那如果对得这个间位 就说太大了 可以看回我们之前拍的片 一百方的都没问题 那这一集我和嘉嘉就介绍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